剛剛我們是按照順序 所以他會從第一項從第一項然後往下 往下一直跑 然後跑完之後就換成第二項 那如果說你要用亂數出題 因為我們剛好這邊是1號到5號 他是有連續連續的 那有連續的話我就可以用什麼 隨機亂數 這邊就是1號到5號對不對 讓他自己挑 那我如果讓他自己挑的話 我這個變數就要用什麼 就要用這個號碼對不對 所以我要設定變數為1號到5號 讓電腦自己挑對不對 那這邊要不要改變就不用了 我用亂數去指定他要讀第幾題 那所以他在讀的時候就會讀這一題 讀你那個電腦挑出來的那一題 那這個就不用再改變了 所以我只要把他接起來 每次每次在執行的時候 這也不用重複5次 因為我每次執行的時候 就挑一個題目 看是要挑第幾號 那第幾號我就去把他跑馬燈顯示出來 然後把他唸出來 等6秒結束之後 再重複執行的時候 又重挑一題 所以把他放進去就可以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Bloom 所以這裡應該出現就是氣球 Bloom 然後再下一題呢 他自己電腦又挑一題 Aton 秋天 出現秋天 然後再亂挑一題 又是Aton 又是同一題 所以這個字跟英文出來配的都是對的 電腦他自己會亂挑 看你要挑第幾題 電腦自己會亂挑 好 好 換你喔 好